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王者荣耀中 不同的英雄有不同的走法和位置 其中阵容最难受的就是上路了 因为上路一般都是要面对敌方射手和辅助两个人 尤其射手点塔还比较快 所以其他路不来支援的话 上单会非常难受 今天给大家推荐几个值得入手的上单 他们很大程度上能够顶住前期对方的压力 来看看有哪些吧 第一个就是吕布了 吕布售价是18888金币 有点贵 但也是有贵的原因的 吕布走上路只要不是太浪 收几分钟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先用二技能吸一下 记得要侧着吸 然后一技能侧着挂过去 基本上就OK了 不过要等兵限进塔再打 吕布的缺点就是推断 一旦被对面有红的射手缠住 可能就走不了了 所以在上路要猥琐一点 其他人来支援了再出去暴揍对面英雄 下一个是宫本 他和吕布卖一样价钱 都是18888金币 宫本不知道被贴美削了多少次 现在宫本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强 不过也不能说弱 他的一技能能格挡飞行技能 所以找准时间放能让对面的技能都浪费了 宫本到四技之后那才是真男人 找准时机直接开打 玩宫本就是不能怂 接下来是夏侯盾 夏侯盾很多人都把它当作一个肉盾来玩 其实把它当作战士来玩也是很强的 举个例子说 肉盾夏侯盾不一定能打得过小鲁班 可战装夏侯盾直接冲过去就是一顿摩擦 夏侯盾的一技能有两顿 都有一定的控制效果 二技能超级护盾 大招超长位移 即攻击与防御为一体 强的不能再强 上路清兵 尽量用到一技能的二段 第四格是老夫子了 老夫子这个英雄不用金币购买 在五道商店里有卖 而且也不是很贵 只要多打到五道就能入手了 老夫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阴人了 多草丛等敌方英雄过来 距离够近 开打招直接捆 在这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人能顶住 加上超级减伤 基本上捆到谁 谁就在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